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故事 李宗盛 曾国藩 出名紫诚 浩迪生 湖南乡乡人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在外忧内困的情况下 曾国藩对内 匡旧石壁 安邦定国 对外引进先进的科学和技术 新办教育 为中国近代化建设 奠定基础 看这不像库房啊 自成 咱们曾家世代乌农 但一直想出个读书人 今天是你曾祖祭日 你父亲去考乡士 你留在祠堂背书 你曾祖在天有灵 也会高兴的 是的 祖父 那我过会儿再来看你 为王建国 辩方正位 为王建国 辩方正位 公正上士二人 中士四 公正上士二人 中士四人 就这点东西翻来覆去的 下士 下 好在刚才趁他不注意 先拿了俩 二人 中士四人 祖父 子成 都背下来了吗 怎么了 祖父 对不起 孙儿没有记住多少 你父亲不在 你就偷懒了 祖父 孙儿听说家里的粮食 不够吃了 家里的事 不用你操心 你只要好好读书就行 孙儿不想成为家里的负担 孙儿想帮您一起务农 你不准备读书了 孙儿不知读书到底有什么用 父亲他 你可知道你父亲为何要去考乡诗啊 为了 为了考取功名 有了功名 才能为朝廷效力 为百姓做事 子成 我做的只是维持一个小家 你们父子俩能做的 才是让天下人安居乐业的大事啊 祖父 你的曾祖 啊 啊 子成 这鸡蛋怎么少了两个 嗯 嗯 孙儿没有动啊 出来 慢点 慢点 是你拿了鸡蛋 我 我 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啊 在你们进来之前 那可都一个时辰了 要不是这个笨孩子 几句话都记不住 我也不至于躲在这里挨饿 嗯 你偷拿在先 为何要把责任推在我身上 我可没有胡说 我都记住了 你却还在打磕吧 嗯 有趣 如果你能背下来 我就不带你去见官 啊 我就拿了俩鸡蛋 不用见官吧 偷拿就是有错 你要是再不背 我可就叫人了 在夫下 大夫四人 上市八人 中市十又六人 屡下市三十又二人 府六人 史时又二人 须时又二人 图百又二十人 子澄 我说话窜话可我也不能就这么放你离开 让你继续错下去 哦 老先生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容我想想 那我可先走了 不如你留下单个书童吧 我 子澄 你这是何意啊 祖父 此人天资聪颖 只可惜未曾接受教育 才会犯下过错 是他让孙儿明白读书可以点化心智 更让孙儿理解了祖父所说的大义 孙儿立志勤学苦读 安邦定国 也希望他能够有学习圣贤的机会 改过向善 好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 李静 我孙儿所说的你可愿意 这个 我 我这里虽不是大富大贵 但一日三餐还是有的 谢谢老先生 不好了 你早点休息 明天一起读书 我不是故意要拿你家的鸡蛋 只是太饿了 没事的 我爹走得早 就剩下我和娘 逃荒路上走散了 到现在也不知娘是生是死 我也是没办法 住在家里一切都会好的 曾兄弟 你们对我有恩 可这书我读不好 要是耽误了你考功名 我这债可就还不清了 李大哥 你就放心住下吧 读书一事 也要慢慢来的 为王建国 辩方正位 体国精也 社官分职 以为民集 下采下士四人 使一人 图四人 曾兄弟 你怎么睡了一觉 就会背书了 李大哥 昨晚我是为气血物浓一事而分心 如今我以坚定志向 竟想新来之后 也觉得好备多了 曾兄弟 我昨晚说了大话 还笑你愚笨 我向你道歉 李大哥 你能记住周礼 我也是打心眼里 佩服你 我能记住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周礼记载的是 官制和政治制度 你看这句 社官分职 以为民集 意思是说 非社官制 用作民众的榜样 榜样 是让我们都去当官吗 官员按照官制 各司其职 百姓们看到了 也会尽其本分 官民齐心 国家自然会昌盛 这便是榜样的含义 我明白了 当官的守规矩 百姓自然也会 学着守规矩 嗯 李大哥果然聪明过人 还是你有知识 我连自己的名字 都不会写 我来教你 这就是你的姓名 李静 这是毛笔 这样拿 我会写我的名字了 李大哥 你怎么了 我真想让我娘也看看 李大哥 也许你娘还 都问过了 没希望了 李大哥 天下的母亲 对孩子都有期望 我相信 只要咱们努力学习 多行善事 你娘知道了 也会欣慰的 对 我得给我娘争气 曾兄弟 你再多教我 认点字吧 嗯 一起努力 祖父 晚辈见过曾老先生 在自己家里 不用这么多理 老先生是长辈 又对晚辈有恩 晚辈应该实时恭敬有礼 紫诚啊 你们俩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越来越有礼貌了 就是那晚孙儿 一直在背的周里啊 要不怎么说 这圣贤书就是好东西呢 祖父 孙儿看您叹气 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这车粮食 要运到邻村 去救济难民 可我又脱不开身 你们愿不愿意 帮我这个忙啊 祖父放心 孙儿一定会把粮食 安全运到邻村的 李静 你呢 我 老先生 您不怕我 你这么懂事 我相信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老先生 您不抓我去建官 又给我吃穿 让我读书 您的大恩大德 我李静 一定记在心里 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做违背道德的事情了 我知道 你也是为生活所迫 知错能改就好 你们快去吧 早去早回 听说这里有粮食了 是的 可粮食都 孙丈 你是孙丈 李静 我还以为你已经 没想到 还能再见到你 对了 这位是曾兄弟 我现在住在他们家里 孙大哥 你好 粮食都已经发完了 要不你跟我们回家去吃点东西吧 这不太合适吧 曾兄弟一家都是好人 今天的粮食也是他们发的 那我就谢过曾兄弟了 没什么的 对了 李静 你娘和其他人 往江浙一带逃荒去了 你见到我娘了 我在河对岸看到你娘了 可是乱成一团 就没说上话 娘 李大哥 你先别着急 不行 我得去找我娘 咱们回家 先和祖父商量一下 也好准备些盘缠啊 宗兄弟说得对 还是先商量一下吧 好吧 李静 我不能让你去 老先生 我真的没骗您 不信您问他 李静 你先别着急 祖父 李大哥确实很担心他娘啊 我也跟你们一样着急 但你们知道江浙一带 正在闹瘟疫的事情吗 瘟疫 李静 你要是信我 就听我一句 先留在家里 我去帮你 大探点消息 那 那我就这么干等着 你担心你娘 可别忘了 你娘也担心你呀 这 老先生 我听您的 自成 你带他们去休息 我这就去找人问问 祖父 你路上小心 李大哥 我去收拾床铺 又劳你了 走吧 我带你去卧房 李静 要我说 咱等不起 现在就走吧 你也听到了 正闹瘟疫呢 那就更得抓紧 把你娘带回来了呀 之前你还劝我回来 怎么这会儿又催我走啊 我我以为你是回来辞行的 这点规矩咱得懂 可咱俩一点盘缠都没有 怎么去呀 我看这家人挺富裕的 咱先拿点急用 这不行 曾老先生对我这么好 我不能做这种事 又不是说不还了 你想想你娘 现在没准正挨饿呢 你还能睡踏实 那 那就拿一点干粮 够用就行 当然了 走吧 你去哪了 这么慢 我留了 你怎么拿了这么多 咱这是桃荒 怎么能没点财物在身上啊 好了 快走 不行 快还回去 李静 你这是干嘛 李大哥 孙大哥 我还找你们呢 曾兄弟 对不住 我实在是担心我娘 这些干粮 我一定会还的 李大哥 祖父说了 会帮你想办法的 你还是先留下来吧 紫诚 李静 你们在哪啊 李静 你到底走不走 我 孙大哥 孙大哥 你听到祖父的话了 快起来吧 你娘的事 我已经找人帮着去打探了 相信很快会有消息 不早了 我累了 你们也去休息吧 嗯 我还能拿走 我该怎么还呢 李大哥真的不怪你 这里是曾家吗 娘 孩儿不孝啊 静儿 我的静儿 子澄 这是怎么回事啊 祖父是李大哥的娘来了 大哥也在 什么 去准备点吃的 先招待大家进来 曾老先生 您看看 东西少了没 没少 一样都没少 多谢您了 李伯母 太谢谢您了 你们俩 过来跪下 李静他娘 你这是 曾老先生 我们村秋 但他祖上就留了话 绝不拿别人的东西 今儿个 要不是老天有眼 让我遇到了孙政这孩子 老祖宗的期望 就要被我们给辜负了呀 娘 孩儿糊涂 你千万别气坏了身子 李伯母 李大哥也是实在走投无路了 他已经知道错了 真要是知道错了 又怎么会再拿人家的东西 李静这孩子是给我留了戒条的 所以呢 曾老先生 您不必为他们开拓 我这就去带他们见官 您放心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见官 李大娘 看在我娘的份上 您就行行好吧 我不想坐牢 这两个孩子只是年轻 不懂事 又何必去受那皮肉之苦呢 他心里要是还有他娘 就不会做这种事了 李伯母 晚辈有句话想说 您带他们去见官 也是想让他们改过 晚辈以为 不如让他们在祠堂读书 接受圣贤教诲 从心里做到支持改过 不是更好吗 他们大字不识一个 能读什么书 李伯母 李大哥天资聪颖 和晚辈一起勤学苦读 已经认识不少字了 你都认识字了 嗯 这孩子读了书 又懂事又懂理 还能帮我去分发栽粮呢 可他还是做错了事啊 娘 孩儿知道自己不对 孩儿愿意去见官 李伯母 李大哥读了书之后 已经懂得了 为人正直的道理 这次会犯错 也是因为听到了您的消息 太着急了 晚辈记得李大哥 第一次会写名字的时候 哭着说 想让你也看看 娘 您看 这就是孩儿的名字 孩子 你可不能再犯错了呀 娘 孩儿不会再让您失望了 李大哥 孙大哥 先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吧 多谢曾兄弟了 孙大哥 吃口东西吧 曾兄弟 我不该拿你家的东西 我知道错了 孙大哥 你快起来吧 让他跪着吧 刚才 我一直教他周理 他懂了里面的道理 知道自己做的错事 心里也难受 孙大哥 古人说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咱们以后 只要多行善事 永不再做坏事 就可以弥补过失了 老先生 多谢您的照顾 如果亲亲那里也困难 您就再回来 曾兄弟 多谢你送我的书 我一定每天都读 等我有出息了 和你一起做好事 嗯 我也会勤学苦读 咱们一起让百姓 安居乐业 再见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曾国藩 为济世救民 勤学苦读 修身课计 后金榜提名 安邦定国 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 被誉为晚清明臣 他所留下的家书家训 被世人推崇 代代传送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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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民国96年 恩施进宫上人 命悟豪来到弥陀海明寺 发新整修至今 工程中包含购置 前广场右边土地 及凉亭小木屋之建设 内部疗房重新装潢 及各店整修粉刷 乃至宝塔重新整修 甲山停车场及电梯安装 业已完成 让海明寺令人容易放松 清静而不严肃 却不是庄严的修行道场 唯独海明寺尚无山门 而此时机 经济疲乏 前方土地 民房及盖山门工程 预估约5000多万 故生此念 开放宝塔五楼 深重塔位给50位 发新护法VIP功德主 与佛有约 来成就山门之构建 此因缘记载 海明寺后代佛子 佛孙莫忘施主恩 因欢喜履行 与佛有约之义无条款 现任房长 务毫首书 2020 11月18日 导盲犬小灾腕 导盲犬会定期健康检查 不用担心传染病的问题 它们专心工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打扰 甚至是触摸喂食哦 根据法规 导盲犬可以进入 任何公共场所 记得要对它们 展现友善欢迎 期待大家更了解导盲犬 导盲犬也能感受到 大家的友善 营造友善导盲犬环境 视障朋友行走更放心 上师接着说道 错家 这个教言是三世一切诸佛 所行经的道路 因为诸佛 皆于此自信中觉醒 这是三界众生 得以解脱的道路 因为众生 皆于此自信中 得以解脱 这是我被马的了物 因此错家 要紧记在心 夜远尚未成熟的众生 若听闻到这个教言 会心生恐惧 若毁谤它 将堕入地狱 对那些夜远福报 合一的众生来说 这个教言 就有如镜子 只需领受 即可获得解脱 因此 现在不要宣说 而是将它埋藏 封印为珍贵的宝藏 我将它交付于 夜远成熟的 又福之人 由它来开启 宝藏之门 上师如是说 总是每一位 有情众生的 制药关键 是为觉醒的心 每一个色身 和每个心的状态 都会变异 且为无常 有情众生 具有四种投身方式 最初之所以出现 乃因未能了悟 自心的缘故 接着 由于不了悟自心 故而留住 由于不了悟自心 所以有情众生 继续在娑婆世界中流转 他们只要认出 这个从未生起的心 这本出清静 本自即有的了知 他们便已在自身之中 找到觉者 在众生了悟这个自心 自信 并平等安住的那一刻 且不为这个心 做任何努力时 他们便已经在 在这广貌之中觉醒 明天是六转日 为四大天王 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 持守罢官栽戒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